中央盛典 全新出发 诚意推出 牛人来了 综艺牛人 身怀绝技 舞台绽放 朵朵奇葩 明星上游 南辨军下 欢笑心中 甘受重蹈 进行锁定综艺频道 综艺盛宴 牛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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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又 damaged 把心中心的所有之光 永远再到 把城市民都相去快乐之降 永远再到 永远再到 全全海之南洋 永远再到 永远再到 欢迎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 我是主持人主宾 大家晚上好 太高兴了 又有五位我们的综艺明星 来面对我们的综艺牛人 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老队长 牛群队长 其他四位我特别高兴 都是四位生面孔 第一次来挑战我们的综艺牛人 不要害怕 你们要凭借自己的常识 去判断情报站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来 各位休息一下 各位用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位综艺牛人 牛人在哪里 牛人来了 好 第一位我们的综艺牛人叫魏宝全师傅 自我介绍一下您的绝技您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一名专业的参业工作者 参业工作者 出生 但您的绝技是 操工和面素 面素 面素 是指面人 对不对 对 队长 第一轮挑战拍出哪位明星 因为今天我们这都是四位新手 没错 那我作为队长 我说实在我给你们先做个示范 是吧 实际上就是上牛 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猜真了假了 是骑牛老师是不是 不是 一会儿是一群牛骑一头牛 掌声欢迎牛居内长 上牛 欢迎女队长 一般您都是压轴出场 今天是第一个登场 我的头一回 作用是做出示范 到底如何来玩这个游戏 我相信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新手 肯定会特别出色 有战斗力 所以说我给他们 说示范不是 我先替他们汤雷 不知道怎么意思 一点危险都没有 我们的情报站里面是布满了陷阱 魏师傅 一位捏面人的高手 15岁开始学习捏面人到今天 已经捏了20多年 首先请你们来看一看 他的面人的作品 大概这样一幅作品 巨型的作品 需要花多长时间 需要一个礼拜吧 一周的时间 这个是拿什么做成的 就是面粉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西餐用的一种糖粉 糖粉 那捏这个两匹巨马 最难的在哪个地方 主要是找他这个支撑点 因为你看他的造型都非常夸张 其实他这个中心只是他的两个马骑子 那需要做模型吗 需要做模具吗 还是您凭感觉凭灵感 之前会有设计化的 对对对对 之前会有草图设计 比较有草图设计 对 然后开始捏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面素作品除了看以外 它能够实用吗 这个其实是从那个实用上转过来的 它最早是可以实用的 现在是只能看 对这种就是一般就是做展台 谁也不舍得吃啊 这么精美的作品 对不对 来刘勤老师 闲话少趣 首先来看魏宝全师傅他的牛人情报站 情报一 魏师傅可以拿土豆在气球上切出极细的丝 情报二 厉害了 他可以蒙住眼睛来雕刻作品 情报三 2008年受北京澳洲委的委托 为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制作面素头像 三条情报 刘老师 一分钟时间提出问题 开始 因为哪位金牌运动员做过头像 因为奥运会它产生了1300多个运动员 因为就是时间比较短 我只做到800多个 做了800 800 就是咱们国家货金牌的就都有了吗 有 有 国外的呢 都有 国外的 对 做了800多个 对 这个有 你给他们的时候有仪式吗 呃 这个就是 当时在那个奥林匹克招待中心 作为表演像是出现的 呃 那就是说是光是表演 并不是说委托你去做这个 呃 当时主要是为金牌运动员制作 那是哪年 08年 几月几号 8月8号开始 5 4 3 1 丘队长 我觉得如果是委托的话 那是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你想如果不委托的话 怎么进入奥运场馆去见运动员 呃 你做外国的你有什么印象吗 就是你印象最深的这个 就是外国运动员 获得金牌的 菲尔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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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拿了几块金牌 他总拿了8块 他是拿一枚金牌你做一个 拿一枚你做一个吗 哇 那给他做了8个 没有 只做了5个 只做了5个 前两项呢 就是说他作为这个 这个主意方面 我们 你刚才都没提问他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对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后边这个要辩证的看 他是捏这个 辩证看什么意思 他是捏人的 但是呢 这个奥运会场馆 就很容易那么进去吗 这个很难很难做到 嗯 说捏了最后是捏了800多个人 是吗 对 这个800多个人 就是说你力争让这个每一个人的 这个 跟本人 你们 你俩觉得 特别像是吧 我觉得是假的 因为还是你问他问题 他就没有直面回答 你也认为假的 就是他 因为他没办法回答你的 对 你问他的时候吧 我看他的这个面目表情比较僵硬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故意回答 对 他也有可能误导 他可能故意回答 现在你们的表现既像公安干警 又像是心理学家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卫宝辰师傅 您捏一个人多长时间 不是捏一个人 我是说你捏不一个人 不是 这也不对 就是说你用这个面捏一个人 多长时间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你能把这个人捏得很像的 这个人有多大 这个人像有多大 卫师傅 有多分以内吧 真是 刘队长 我们跟一个人一小时捏得两匹马的一周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 是不是 对 捏人是肯定捏 但是 我们的队伍 我们是这个五虎上将 算我 五虎上将 对吧 五人 这个重口一词 非常统一的说 还是假的 对不对 咱们再听听咱们今天现场的观众 因为观众的眼睛是亮的 好 好不好 咱们争求争说 如果大伙要都说假的 我就要认为是真的 我都说假的 我这人就没主意 大家认为是真的假的 我天哪 真的假的 听见了吗 您的艺术技术 我很钦佩 您的成果 您的作品 我们也很欣赏 但是 您的这三个情报 我们经过了 慎重的 严格的 精益的 判断 最后大家 重口一词 假的 你必须给我一个最后的选择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大家都说假的的时候 我想我不能坚持其他的意见 假的 那我告诉你 这一次真理 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你打错 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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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厉害 瑶瑶 你是眼神不太好 还是土豆是粗了 不是我这个真眼是最小的 我可以拿下去给他两位不相信的阿姨吗 可以可以跟他们看一下 鱼活应该算是 我这个粗一点 用那头算 那头 没有那 卸得太粗 我们来看看魏师傅 他的一种创造力 而且是蒙眼 用萝卜蒙眼 要雕刻出一个天鱼 做雕刻的主要是手和眼睛的配合 对 没有了眼睛 这就是难度非常大 现在你只能靠想象力来开始 我先把这个 天鹅的一对翅膀给切下来 好 当时我练的时候 浪费了得有几顿萝卜 几顿萝卜 就是每天提萝卜 所以萝卜涨价了 后来你知道 魏师傅准备开始 来 刘队长 您检查一下 全部也看不见 我是队长 就练这个绝技可挺费钱 是费萝卜 开始了 我现在刻了天鹅的脑袋 小心守卫师傅 不是 我刀是牵着我的手在走 我能感觉到 你必须要牵着手走是吗 非常危险 先刀天鹅的脑袋 最难刀的就是天鹅的嘴 来 介绍你 你还得到太子 你还得到太子 让你知道 你不要想得到太子 我们自己去找 这顿萝卜 但你还得到太子 就要牵着手 我你帮着手 你没得到太子 我还得到太子 帮你 我想教我 你使用 一个什么东西 跟你 现在要磕的是天鹅的尾巴 接下来磕天鹅的翅膀 这个当时是怎么想 为什么要蒙眼去雕刻呢 觉得这样更加新奇一点 还是有个什么样的机会 就看电视是什么 石神明座 对对对 想到 我觉得我也要尝试一下 那个是电影 那个是蒙太子的手段 您这个是真功 对 各位看一看 翅膀漂亮吗 哇哦真的很棒 对 对 最后再装上天鹅的眼睛 各位 一只展翅高飞的天鹅 已经完成了 是蒙眼完成的 我们说360行 行行出状元 在每个岗位上 只要你有毅力 只要你有创造力 就可能做出 与众不同的作品 大家可以把掌声 送给魏宝全师傅 谢谢您 谢谢 好谢谢 送掌声欢迎 中养的第二位 综艺牛人 牛人在哪里 牛人在哪里 牛人来了 好 一位非常生智的中年男士 叫 冰红勇 对吧 他的绝技是什么 大家猜一猜 是什么 魔术 恭喜你 答错了 他的绝技呢 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演奏音乐 什么方法 您自我介绍一下 带来的这个乐器演奏呢 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 呃 杯子 杯子 酒杯 酒杯演奏音乐 对 不相信 不相信 现场试一试好不好 对对对 正正 这样 你来感受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看到台上已经放了一个 演奏的乐台 可以这么说 对 是拿各种杯子 我们的葡萄酒杯 呃 组建而成的 有杯口有大有小 而且里面有液体 我问问这个是什么液体 呃 这个是红酒 是红酒 西式的红酒 西式过的 那老师 您先示范一下 来 哎 哎 哎 对我以为他敲的 也是手感 也是要扣手去搓它 他是怎么 是拿手抹的 对对对 就是说如果我不去抹到大 就可能都会想到去敲它 对对对 我们都想到 北老师 我能不能来个稍微长一点的好不好 好不好 至少来 对不对 至少来个三十秒啊什么的 谢谢 哇 先讲来试试 我先拿手沾点水 双手一放开始演奏 没有声音 有了 老师这个打圈有没有什么讲究 没讲究 没有讲究 那怎么不想 不肯传授 不想啊 到我这就不灵了 这个不可思议 谁正常 他这身是什么 要是拿棍敲的话 这肯定出声音 这个磨怎么就磨出声音来了 是磨出来的 我看一下你的手 挺好的 要不然我那老师就说 我打击越发的 就练这个 胳膊还长呢 越发越好 OK了 对 成功了 好的 谢谢汪兄 很有难度 我们知道这个上手 可能比较容易 但是要演奏出曲目来 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 对不对 对 来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牛队长 那第二轮 您派谁上 站着听着 听着主持人说 第二轮说谁上牛 谁上牛 已经站着的 就是别再坐下了 直接上了 已经感受过了 对不对 对 来 掌声欢迎汪震 我们掌声欢迎上牛 谢谢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冰红勇 他的牛人情报站 同样是三条情报 好 情报一 冰红勇呢 他是一位 教葫芦斯的音乐老师 他的工作就跟音乐有关系 情报二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来研究用红酒杯 如何演奏音乐 第二条 第三条 这个很专业 说杯中液体的成分 会影响 音质 三条情报 一分钟到就是 开始 我觉得老师 你这个葫芦斯这个 没有问题 这个当老师 我应该是通过它 第二个这个 第二个这个 花了三年时间研究 你至少三年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研究这个红酒 咒乐呢 去演奏呢 就是说 那个 葫芦斯老师 你刚才就说 他们尝试了一下 是吧 有时候会有声音 有时候会没声音 为什么会有声 没声音呢 咱们常常说 他这个红酒 跟这个音色 还是有直接关系的 是吧 第三条 我估计也是真的 第三条 那如果说 我换成其他业品 比如说换成油 换成清水 换成白酒 会不一样吗 会不一样吗 不一样 会不一样 所以说第三条也是对的 那个 没有 他可能还有一个 我感觉 几乎太好 我感觉呢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呢 因为什么 就是花三年时间 也许他花两年半 三年零 结果你一说三年 成假的了 顶多是这一响 你看那个 液体的成分 影响音质 影响音色 这个一响 这肯定是 白酒和红酒 跟啤酒搁进去 一样的数量 肯定音质是不一样 味儿还不一样 可能是 对 味儿就更不一样 他我估计 他用三年研究 有什么可能呢 可能他喜欢喝红酒 对吧 有一次喝醉了 结果就 哎 抹出声来了 哎 那我再喝醉了 醉了三年以后 成型了 就是 根据刚才的教训 当大伙都说 是假的的时候 这样说是真的 结果是真的 现在大伙都说真的 你自个儿判断 好 现在真正 你必须给我一个 最终的选择 我听最两的 你掉下来 可别赖我 因为队长是最英明的 而且也是最果断的 刚刚队长被摔下牛 我摔下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摔下来 对 没错 我听 我听队长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嗯 真的 真的 搞错的 真的 真的 现场百分之九十九的观众 都说是真的 他说是真的 对 假的 假的 对 你居然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现场百分之九十九的观众 都说是真的 他说是真的 对 假的 假的 对 你居然站在群众的对立面 对不起 你答错了 我还吃了 我还不下来 我还要 上来就给我大鼻子 我一看 对 刚才好像挺温柔 这轮你不应该输 其实你心里想的是 是真的 但是你觉得我在说真 所以你觉得我可能在骗你 对 我是一个多么诚恳的 你说得也不相信顾鞭 你们觉得呢 他说是真的 我能相信他吗 他在那摁那玩意呢 他 他就给我引过去了 怕我要说真的就是假了 所以我说是真的 你看你不相信 应该相信吧 顾鞭这个你别赖他 所有的我们曾经参加过这次 参加这活动的 大伙都是一致的意见 就是你的话在反着平 因为你害了我们太多的人了 对了 我真正不是我看了 不是顾鞭在那使话吗 开始我们都认为是真的 对呀 以后你要说真话 以后我就说真话 你不说我们心里更没底吧 说真话 来再给我掌声送给汪正正 现在就要来听一听 我们听同我们的创业演奏 天鹅和 我们听同我们的创业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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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见了 我们听同 谢谢冰红涌的精彩表演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请上汪正正 不对 还有他的太太 一起演唱一首歌曲 为了遇见你 掌声欢迎汪正正夫妇 真好 好汉西海中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 我好想触摸 梦漫人海中 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 是否一切都为我 我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 我春月风和雨 是为交出我的心 知道你天灵 我相信了你 这未来的心 这未来是当情 努力 为你 我爱你 好汉西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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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茫茫的海中 我与谁想破坏 这个温柔 是否一切都为我 未然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 无顺地不可遇 谁会交出我的心 直到一天你 我相信了你 这个未来遇见你 努力为你 谢谢汪真真夫妇的精彩演唱 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所有的爱人 可以一生相随永不分离 那现在让我们一声掌声欢迎 今晚的第三组综艺牛人 听说他们的表演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充满了速度与激情 牛人在哪里 牛人来了 给各位隆重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充满速度与激情的 轮滑表演组合 追风少年组合 大家好 我叫刘依嘉 今年18岁 大家好 我叫杨亮亮 今年11岁 大家好 我叫王晨宇 今年12岁 大家好 我叫王晨宇 今年16岁 好 几位英姿勃发的少年 他们的这个舞台艺术 到底有多么的充满魅力 靠话语是说不清楚的 待会我们来看 那牛队长 这一轮你们派出谁来面对我们的追风少年组合 张瑶 闪亮登场 好 掌声欢迎张瑶上游 好的 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位女牛在张瑶上游 张瑶 好恐怖 是北京孩子是吗 是 小时候有滑冰的经验吗 没有 轮滑也没有吗 没有 看总看到过吧 看到过 因为这个 因为我的平衡不太好 所以这个 你刚才说的两项运动都非常不适合我 不适合你 人试过摔得很满 来看他们的牛人情报站 好 张瑶情报一 追风少年组合他们每天的训练超过12个小时 情报二 自从到了打击团之后 他们从来没有回家过过年 情报三 他们四个人拥有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三条情报 一分钟 道具时开始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杂技团几年了 我在九年了 九年了你从来没有回过家吗 过年过年 就是过年从来没有回过 对过年没有回去 我都没回家 赶紧 然后每天超过12个小时 那你们那12个小时是怎样分配的呢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六点 然后那个练到中午12点 然后吃饭有半个小时 下午1点继续练 练到晚上7点 我觉得是真棒 我们小时候都这么过来的 张瑶 还有25秒赶紧提问 我就觉得 还有第三条情报 他们有三项世界纪录 有可能 三项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每三项 每三项 挂脖旋转30秒82 还有不限时120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了 这个对 5 4 3 2 1 我觉得是真的 因为中国杂志在世界上真的很棒的 因为广州赞杂也是很棒 很多 其实你记住很多奖项的 我觉得第三条应该是有可能 但是因为他来九年了 从来没回家过过年 有点不太相信 九年都没回家过 你爸妈得多想 太惨了 对不对 对啊 正常啊 像部队的那些团里都要演出 一到过年就演出 你们四个人在什么杂志团啊 沈阳市基英青年杂志团 这个团成立多长 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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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个人组成组合有多少年了 三年 三年就创造了三项星期次时间纪录啊 对 你看你看 来了来了 这下来了吧 你看 开始质疑了 三项记录 而且我觉得真的 因为你刚刚问他怎么安排时间 他达得很准确啊 六点钟起早工嘛 你练过杂技啊 我没有练过杂技 可是歌舞团是一样的 六点钟起床 少儿子起来六点练到十二点 不吃早饭啊 六点钟练工完事可能吃个早饭 然后又继续练 是很正常的 什么叫可可能还吃个早饭 必须得吃早饭 那你回答一下 怎么时候吃早饭呢 吃完早饭接着练 吃早饭五分钟啊 不是 我们早上起来是 早课 有跑步啊 基础训练呢 是练到八点 马上洗脸刷牙 然后那个再吃饭 吃饭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四人 三项 三项 四人 四人拥有 并不是说四人组合拥有三项 对 对 我们四个平均三项 每个人都有 他这个四人三项有可能是分别的 也有可能是四个人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没有太多 对 我觉得全世界有这样的成绩的人 非常的少 很少 你要来误导 对 对 对 你看过我们的节目你会发觉哈 到今天为止 没有哪个组合说有三项世界纪录 从来没有过 这是真话 看你们这是一个牛人来 但他们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告诉你 也许有 每天训练超过12个 我说真话 有有有有 真的有 我相信他们 到底有没有啊 中国打击多牛啊 对不对 中国打击多牛啊 骑在这个牛上吧 刚才那么晃动 是很吓人的 是不是 你们无论如何 张瑶我跟你说一下 他的牛的那个就是 集数是升级的 就第一 第一局的时候是这个度数 第二集的晃动是那个度数 第三集 这个度数 哈哈哈 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 好了张瑶 现在请给我一个最终的判断 前面两个都是对的是吧 嗯 嗯 假的 张瑶第一次来 难道就成功了吗 假的 我觉得假的 假的 假的 哎 第一次来就如此好运哈 张瑶 恭喜你 答错了 啊 啊 哈哈 我觉得他们 哎呀 我的可爱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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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追风少年组和他们的精彩表演 同时 我们也要请王林 还有我们的张瑶 来感受一下 轮滑的魅力 来 对 欢迎他们 我的张瑶刚才 竞猜情报战失误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她和王林 来感受一下 这个轮滑的魅力 来 现在你们感受一下 哇 我的天 啊 我的天 可以慢一点 好 我的天 张瑶 说说感受 什么感觉 旋转的飞快是不是 太快了 这个特别像坐过山车 或者像坐那个海套船 海套船 王林呢 你看 现在是在给你做热身 马上就要上牛了 对不对 提高你的运动的速度 能让我唱完歌再玩这些吗 他们才会唱舞台 有如此的力气 把我们两个人同时这样 是 而且速度还如此的快 我跟你说 刚才的体验只是 最简单的表演 他们的表演 会让各位是瞠目结舌 来各位 掌声欢迎我们的追风少年组和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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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